電影商說 如果到時要入200元 到時180元就退20元 160元就退40元 為什麼呢 其實不是電影商 我說的 為什麼呢 如果 我收你160元 到時180元 要我試20元 要和我們一百幾十人 逐個追20元 不如你們給200元 我退給你們 記著張飛 老實說 到今天的聊天 還是在說 180元 或者2D 3D 200元 多除小寶 扯明 我都跟大家說200元張飛 OK OK 看完 如果戲院收了180元 我收了200元 就給你兩瓶東西 戲院收了160元 我們看二D 就給你四瓶東西 是這麼簡單的 那我就希望 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的 簡單一點 上我們的網站 Barymark TV 那裏 先給錢 到時就多除小寶 好 真是 180元 因為我不是賺你這些錢 就給你了 總之 多除小寶 如果現場這2D 4K的 Ravenger 4 是160元 每人給你40元 180元 每人給你20元 就這麼簡單 我不知道戲票多少錢 戲票到時 如果是180元的話 就是我戲票到手的話 現場買了飛的朋友 我就給你20元 之前就給你200元 拿飛的時候 我會每人 因為我之前收了200元 現在戲票是160元 但我每人只會賺20元給你們 其實這個講來都多餘 我覺得 他們都不敢跟我拿 但我也會說 不是 戲票是150元 但我會賺20元 為什麼呢 因為 第一 有一個手續費 在賣飛的有10元 你去電腦上賣飛的 第二 就是有20元 就是我們那個電影公司 他沒有問過我 但我覺得都合理的 就 每一個人 我們買了40多張票 20元 即有800多元 他也都給了我看 就買了 6、7張票 是我們這個 團隊而已 其他團隊也有 就買了幾項 請了那些雙見人士去看 到時我們去入場 去看那裡 他也會跟我有一個Promise 也會見到一些雙見的那些會 也會見到一些雙見的那些會 那變了 我是沒有人會退回20元給你們的 當然 你說不用退 那麼多說聲多謝 因為沒有像素 這次 記住 你給我200元 雙飛免價150元 10元手續費 20元就是雙神人士 我會退回20元給你們的 那就是全球全亞洲優先場 4月24日 星期三 首日放高的黃金時段的珍貴氣票 應該就是 九龍塘有一城 4K超高清戲院 作為全球優先場的 首映會派對 就是在4月24日 全球亞洲首映 亞洲最快香港首映 第一場 放高後的第一場 6點多的首映 Edmund Jaffer 我們現在已經決定了 好了 我們只有一場 就不會是4月25、26 就是首映第一天的 Adventure 4 就是在4月24日 9點半 不是6點多了 9點半那場 那20幾個朋友呢 之前我的訊息是6點多的那場 那現在是9點多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如果 你是不行的 因為你的時間是9點多太晚了 我看完12點 不行的 WhatsApp我 66982429 我叫你同事安排 二分給你們 當然你也可以 我不行的 你可以給那張票 你的朋友去 都OK的 那不要問我追票 我想差不多要去到 臨到 真是 正式上映之前那個禮拜 我可能才會拿到票的 又或者可能在現場 派票也不行 我還不知道 OK 如果不行的 我真的不刻出席 我只能夠出席6點多個場 那我沒有 Sorry了 9點半 我們現在確認是9點半 就是有些溝通的問題 搶不到票 或者我太容易信人 WhatsApp 那你是 給我 66982429 我叫同事安排 還給你 或者你可以給那張票 朋友沒問題的 OK 我再說多次 那 亞洲首映的Adventure 4 我們現在鐵定在 第一天4月24日上映 9點半場 第42張票 OK 那42張票 那本來我是 應該是一場就看 看完的 但是呢 就變成了 甚至位置側近一點 結果我選擇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20位朋友就看9點9 22位朋友就看10點 其實都是前後腳而已 就是有20位朋友就看9點9 22位朋友就看10點 其實都是前後腳而已 就是有20位朋友就看9點9 22位朋友就看10點 其實都是前後腳而已 外面街外呢 是要5月多才看 5月幾號才看 為什麼你拿到 那麼把炮 沒有他 這些屌你老母的把炮的東西 就是把炮了 OK 上網 打回來之後就知道 記得留電話 電話 電話去營購 或者 先買賣完就沒有了 或者 進入戶口 帶進戶口 看這些戲票 就真的是 因為我是找不到你們的 只是你們找到我 因為你們連訂票都不留電話 有些是留個電郵 我都算是有心機給你打 但我擔心我把電郵給你 你會否看成問題